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你回来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南海人是叫做 过得很快啊 很快 你回来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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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把这句句子再连起来念一下 明镜与点栏目的美国 你回来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快啊 明镜与点栏目的美国 你回来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快啊 这位男士呢 他回答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是的 去了两年第一次回来 上海变化真的很快啊 是的 死啊呀 死啊呀 去了两年 起了两年 起了两年 第一次怎么说的呢 跌趟 跌趟 回来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是为了 为了 变化呢 也说过了 逼呼 逼呼 很快 楼垮 大家记住 很呢 上海人经常是用楼 楼来说的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连在一起说就是 死啊呀 起了两年 跌趟为了 上海比呼这么楼垮啊 起死啊呀 起了两年 跌趟为了 上海比呼 这么楼垮啊 这位女士她说 所以说呀 农业定要经常为了 苦苦 所以说呀 农业定要经常为了 苦苦 就是说呢 所以说呀 你一定要经常回来看看 这句话我想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的 所以说啊 你一定要经常回来看看 所以就是说 苏伊 苏伊 说 上海话叫做 刚 刚 所以说啊 苏伊港呀 苏伊港呀 你一定要 农一定有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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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苦苦 为了苦苦 就是回来看看的意思 苏伊港呀 这位男士咋回答的呢 他说 苏伊 苏伊 就是说呢 我也很想经常回来的 但是价钱少了些 我也是说 我好 我好 经常回来 经常回来 但是 但是 假期 价格 少了些呢 是这么说的 那这句 再跟我念两遍 我老想经常回来 这位女士又说了 老同学现在都很难遇到了 大家工作都很忙啊 老同学 很难得遇到的就说 大家 这个挺像的吧 这位男士说了 就是说 看到老同学真的很开心啊 真的是说 真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用老 很开心就是 老开心啊 老开心啊 这个老同学真的老开心啊 这个老同学真的老开心啊 这个女士又问了 说 这个是说啊 那你爸爸妈妈 一定呢 也很舍不得你走的 爸爸妈妈 刚才已经说过了 在第一档课里面 我们就解释过了 叫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舍不得 收我的 收我的 跟同爸爸妈妈 一定要了收我的 能走哦 跟同爸爸妈妈 一定要了收我的 能走哦 这个男士说 他说 这句很长 就是说啊 我不想让妈妈去机场送我 去了 他又要忍不住哭了 就是说啊 说我刚才说过 叫做 就是说呢 我不想让妈妈去机场送我 不想 不 就是 不想 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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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 机长 机长 让妈妈 就是 叫妈妈 叫妈妈 让某人呢 叫撒您 叫撒您 忍不住 上海话是叫 病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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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哭 哭 好 我们把这句话 连在一起说一下 好 我们再说一遍 好 我们再说一遍 这位女士又说 我们到了美国 记得要帮阿拉 度 利息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到了美国 记得要跟我们多联系 到了美国 多了美国 多了美国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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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 我们会说了吧 阿拉 阿拉 跟我们 帮阿拉 帮阿拉 联系 前两课呢 也教过了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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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到了美国 记得要帮阿拉 度利息 能到了美国 记得要帮阿拉 度利息 这个男的回答是 就是那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最后呢 这位女士她观照说 这句很长了 你今天就早点睡觉吧 明天还要赶飞机 祝你一路顺利 今早 就今天了 今早 早点 早点 睡觉 明天呢 就是说 明天 还要 赶飞机 就是赶飞机 一路顺利了 一路顺利 这句长句 再跟我念两遍 能今早就早点睡觉吧 明天也要 去飞机 这种一路顺利 能今早就早点睡觉吧 明天也要 去飞机 这种一路顺利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和宋老师 一起来练习一下 这段对话 明天呢 就要外面过去了 能回来 这种一路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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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两年 第一趟回来 上海 比较 真的老狂 所以 说 那我一定要 经常回来 休息 我老乡 经常回来 但是 家里 少了 老东 是谁 人 大家工作 谁老忙 这种老东 真的老开心 可能爸爸妈妈 一定老师 都能走 就是这样 我本想叫妈妈 去机场送我 去了 一遇 我老口 能到了美国 记得要爸 那都离习 可是一定 能经常去做一困 明天要去飞机 做东西 什么 好 那我们再拿普通话 来练习一遍 明天你就要回美国去了 你回来的这段时间 过得很快啊 是的 去了两年 第一次回来 上海变化 真的是很快 所以说 你一定要经常回来看看 我也很想经常回来的 但是 假期少了些 老同学现在都很难遇到 大家工作都很忙啊 看到老同学 真的很开心啊 那你爸爸妈妈 一定也很舍不得 你走的 就是说 我不想让妈妈 去机场送我 去了 她又要忍不住哭了 你到了美国 记得要跟我们多联系 那是一定的 你今天就早点睡觉吧 明天还要赶飞机 祝你一路顺利 那好 最后我们再用上海话 再练习一遍 明天能继续为美国起来 能为了个对省光 更多了解了 是的呀 起了两年 第二趟回来 上海变化 真的了解了 所以说 你一定要经常回来 靠靠 我老乡经常回来 但是家里少了 老同我一直 少年被帮得到 大家工作少了 老忙啊 回到老同我 真的老开心啊 跟老爸爸妈妈 一定有老师 我都能走啊 就是这样啊 我爸想叫妈妈 去机场送我 去了 又要帮我老婆了 能到美国 记得要办 那都离习 可是一定啊 能经做就做个困惑吧 明做有个飞机 做东西路上 那好 那我们这时刻的学习呢 就到此告一个段落了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时刻的学习呢 从不懂上海话 到逐渐了解上海话 到现在呢 应该对上海话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了 那还是这样 既然是一门语言嘛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反复操练 不断的练习 在看我们的课本的同时呢 还是要自己啊 不断的操练 也要和上海人呢 去操练 不要怕说 说了呢 就会有进步 那好 谢谢大家